而来关心地方的艺文活动 为在花莲市的松原别馆 园区里松受建正了日志时期的历史记忆 也成为了诗人艺术家的创作灵感 而即日起有两位旅发的艺术家 运用了园区的自然材料和复合媒材等物件 带来未插松原展览计划 但是有别于以往展览是固定在二楼展厅 这一次是将作品分散在全园区内 展出到7月9号也欢迎民众一起来探索 在松原里的故事 尽管不是花莲出生 但都在花莲长大的两位旅发12年的艺术家 庄星仪和古楞竹鼓 耗时近一个月时间 在花莲市松原别馆搜集自然材料和认识松原别馆 日前在二楼展厅 以巴黎的步调 邀请当代美术馆馆长潘小雪雨潭 未展出自7月9日的未插松原展览计划 揭开序幕 有别以往固定展间 透过作品散落全园区 要邀请民众探索隐藏在松原别馆里的故事和视角 因为毕竟我们俩都花莲长大 然后后来也是刚好在松原认识 然后我们就一起出国 然后现在回来大概没多久 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就是重新接触这块土地 然后找回这块土地的感觉 我们觉得大多数都是使用松原原本就地的材料 就是松针 然后再来是我们其实在展览之前 花了已经大概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在这边就是做材料收集啊 或者是有点像住村的感觉 就是去了解这个地方 然后试着跟这个地方做对话 那所以我们这次的作品 会跟在其他地方展览的作品 比较最大不一样就是 这里充满了这里的材料 白色的蜡是我一直很有就是 很有亲近感的一个材料 然后花粉也是 那在这一次的展览里面 我有把这里的圆区的松针纳进来 然后再来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纸张 就是我以前都很比较少看到 这个材料出现 那这次是因为接触到松原的一些花脸的诗人 他们的诗集什么的 那在那过程里面一直触碰纸张的材质 翻书阅读 那材料本身对我来说 其实不是只有单纯的物件而已 它是打开一些这种环境的互动 包含纸张翻页的声音啊 纸张的老黄的颜色等等等等 还有只让它因为透过光线留下来的光影 所以这次我的作品里面会用 就是会用到纸 但也会用到秦慕隆的一本诗集 那诗集并不是在谈它的内容 主要是希望这本诗集它自身能被看见 书本身能被看见 除了材料的特殊性之外 我们其实有适者在寻找一个 可能对花园人来讲 再平凡也不过的风景 但是其实我们在创作的时候 我们不太想要去制造出某种奇观 我们其实也在找属于松原的寻常的风景是什么 对那这其实是我们觉得 如果可以让花园的就是 就是在这里生活的人们 然后注意到一些寻常的风景 他们会发现某种丰富性 在这个花园这块地方这样子 所以我才会去使用那些远方的灯塔 或者是说就是看似就是很一般的风景 然后但是它其实早就已经存在在这个松原了 庄星仪在小木屋的作品纪念十五 透过世人余光中诗句 松针坠无声松引入师来 运用蜡与松针来展现松针落地的几近瞬间 也以双直的蜡膜 传达当年松原神风特工队与家人诀别的心境 而古刃竹鼓坐落园区的作品 短短的氧气 在松针中筛入十四K的金线 让松针产生出细微闪光 期盼让观者在日常中发现不寻常的地方 期盼民众在自然环境和艺术创作间 透过自己的视角和经验 发现隐藏松原笔馆的未查感受 记得讲方言华女士报导